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60后退休生活 Mira 到我们行程第7天 導遊说伊宁市有一个很出名的六星街 在酒店附近 所以早上先带我们去六星街游览 然后出发去拿拉提草原 六星街中心是一个圆盘 由三条街在中心点交错出六条主缸道 将街道分成六个线形的区域 所以称为六星街 我看来就很像一个披萨糖饼 街道上有学校、商铺和公共建筑 外围是居住区 里面住有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俄罗斯等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街道 所以在六星街里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建筑和装饰特色 伊宁人喜欢种树、养花、又喜欢干净 所以在街道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屋前都种了花和果树 这间屋里有樱桃、桑葱、桑枝、山楂 这个也有山楂 它不多,只有一棵 原来低位种花 种花 什么是那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游览完六星街后坐车经G218角度 然后向拿拉提草原出发 我们途经一大片的芬衣草原 虽然在车厂里面 但仍然闻到阵阵的芬衣草花香 由于现时不是芬衣草收成的季节 所以在行程中没有安排我们参观芬衣草原 下午2点钟 我们就在中途的一间餐厅吃下午 餐厅的装修、灯饰和餐具都很有浓厚的新疆风格 这间餐厅被大众点评为2023年必吃榜 我们的午餐也不例外是九宋一汤 我们有吃这间店出名的大盆鸡 辣子鸡 还有蒸鱼 番茄蛋 还有很多味道的青菜 我们见一般的散客都是吃他们的半面 所以我们亦自费点了一份 这份的半面35元 面质就阴阴蛋牙 味道浓香 好吃 吃完下午我们继续向前走 下午3点20分就到了拿拉替草原 倘若是需要用无人机拍摄的 必须在入口前的柜位登记报备 草原的入场费成人就是95元 我们去的景区就是河谷草原 乘坐区间车来回就是24元 全城往返总共有36公里 河谷草原的旅游线共有7个站头 游客都是可以在那里下车去玩的 而我们的导游就是选择了4个下车点 由游客服务中心出发 乘坐居间车去到景区 我们第一个站下车就是 塔吾萨利 之后乌酸古迹 再去到的就是伊提根菜 最后去森林公园 我们就逃步上天鹰台 把�ände办出来 放在虾论上 直到榨颗 为非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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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酸是中國歷史上古老的 游墓部族,是現今中國哈薩克族的主要源流 根據墓穴的規格,推斷這個墓疑似是烏酸王、聶嬌美的寧墓 西漢時期,張軒兩道出示西偉 為抵抗兇奴,先後派選兩位公主軟嫁烏酸 以聯合烏酸達成政治聯盟 遊客可以自費在這裡欣賞歌舞表演 參觀完烏酸古跡,再坐驅艦車去下一個景點 期間在草原上,見到很多牛、羊、馬在遊閒地吃草 很快便去到下一個景點,伊堤根財 這裡是哈薩克由木民族轉場遷徵古道入口 也有石雕顯示了他們轉場的場景 看看多虛狠 這裡有四個哈薩克族的尖房 讓我們了解他們不同的生活特色 根據導遊說,這裡的烤包子是由哈薩克族自己製作的 特別好吃的,Cisa的第六弟弟 還請了我們全團人吃這個烤包子 大家都說,這個烤包子真的特別好吃 多虛幻 ¿我們一樣在 weighed by 好了 多虛幻 大水大鱼怎么办呢 大水大鱼 馬 還有遠處有羊 大家看到馬路 馬路是怎樣來的呢 因為有馬要過的路 所以這條就叫馬路 我們坐區間車去下一個景點 森林公園的時候 草原上仍然有很多牛羊馬 在遠處的山坡上面 就是另一個景區 盆龍谷 晚上六點鐘就到了森林公園 在這裡你可以玩飄流 騎馬 80元一個小時 很划算 或者是走2777級樓梯上天鷹台 不要啦 這麼辛苦 好 我們在下面坐下 各位團友 嗨 你們走完天鷹台了 走完 知道多少級 二千多級 二千七八七十七級 我們現在過度活一正的 綠嫂上去了 綠嫂上去了 綠嫂上去了嗎 綠嫂上去了嗎 綠嫂啊 哎呀 你真的很厲害 真的二千多級 二七七七 是不是哥 對呀 你試試看吧 去完森林公園 我們就坐回區間車 沿路回到遊客服務中心 然後就離開了 不知道是否已經近傍晚 所以草原上面 看到更多牛羊馬在吃草 還有看到很多馬過馬路 趕著回家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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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馬路 馬仔當然是過馬路的 過 對呀 慢慢 不要急 哎呀 不要吹它 去吧 走去走去走去 哇 這邊有多漂亮 生薑 木魚野 木房菜 等我們好久了 等你好久了 這間餐廳是新開的私房菜 吃的當然是新疆菜 今晚是九菜一湯 還有兩款水果 其中這個手爪羊很好吃 新疆人信奉伊斯蘭教 所以在車上盡量避免吃豬肉 旅行社安排餐單大部份都有豬肉吃 像今餐一樣有炒豬肉、肉片和豬雜 其餘都是青菜 所以我們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雖然現在不是新疆最多水果吃的季節 但街上仍然見到很多不同款式的水果 而且價錢也不貴 所以飯後我們都買了一些水果回酒店吃 到我們新疆行程的第八日 我們是去巴音布魯克草苑 有幸給我們看到很漂亮的彩虹 在九曲十八彎看日落 晚上我們就去吃新疆特色的酵羊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條片的 請給我一個Like我和分享出去 未訂閱的請你按訂閱鍵和旁邊的小鐘仔 我有新片你第一時間就會收到通知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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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